镜头来到汐止 汐止保新街里头有一段道路 因为被大雨不断的冲刷 造成路底下都被掏空了 而且6月份的一场暴雨 也造成了道路边坡出现了塌陷 除了打桩稳住道路之外 公所也失作了一道挡土墙 并且赶在台风之前全速完工 这是之前的情况 远远看道路缺了一脚 走近一看才发现不得了 部分薄油路面已经塌陷 就在汐止保新街 171-2号旁的这一段道路 一次大水不断冲刷路面 造成军裂 结果水一直渗进去 逃空地基造成塌掉 不过再来到同一个地方 在原本临时打桩之外 现在挡土墙也做起来了 这马路这边 之前这边可能就有摊陷 然后因为像我们今年 今天的下雨的话 雨量都非常大 然后在台风的时候 雨量大然后摊陷之后 然后我们有跟 我们审发议员服务处这边反应 然后我们很感谢我们孙主任 他也特地来这边看 他带来养工处跟公所的人员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经费问题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做 所以因为我们一起行钢 然后整个把钢梁把路基整个先稳定 签制了台风 摊坊凹陷下去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养工处跟 这个 气功所 非常迅速的速度 来补强 免得造成后来的这个 这个更大的伤害 13号上午 议员审发会服务处和里长也特地到现场看看是做完成的状况 只见原本塌陷的路面 现在已经做了一整排的挡土墙 里长说敢在台风前完成 也让这两次台风的好大雨中都安然美食 那也很感谢 就是说我们公共部门的 他在这一次的抢袭的过程 动作非常快 那在台风之前就把这个做好了 那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 可能像陆续这几个台风 然后又连续像前面 我们从上礼拜开始 那个雨都下得很大 如果说这没有做的话 可能就是很怕 就是说这个整个马路 会整个摊坊就可能会不见 然后用路人的权利就会受损 钢轨庄来打庄 用临时的 先把这个路基先固定 然后也非常快的把这个目前的整个路面 跟路基 跟整个这个路基的墙壁 做得非常的坚固 使我们这个路面 得以保持以前的完整 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路面修补在做挡土墙 让底下的路基 不会因为水不断的渗进去 继续掏空 保障通行安全 就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